这位秘鲁籍西班牙艺术家毛里熊首次来台 第一站就去到新竹坚持的梅高浪梅花部落 跟梅花国小12位学生一同探索影像世界 孩子们走进山林使用手机派下部落周遭生态环境 也试图还原长辈们口中日据时期的历史故事 他们是以手机为主来照相 然后来让小朋友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这样就会往往他们就会去想到自己 老人家曾经对他们讲的一些故事 毛里熊被誉为影像艺术家 作品在世界各国影展展出 由于近年来他开始专研于逐渐消逝的文化及语言 因此这一次来台两周时间 除了透过交流彼此文化寻找未来创作素材 也希望能为太亚族孩子注入中南美洲的艺术视野 跟创作思维 第一个人是一种不同的团队 在学校自项子以 ter DENNIS ostat問題是 氣氛哲,味噌在最新的 味噌,味噌,味噌 梅花村 泰雅族人 米露 古羅文君 集結這兩週的教學成果 以靈光的對話命名 在南港老爺行旅及陽明大學辦理為期一個月的影像連展 希望透過跨國與跨領域的交流 碰撞出更多元的影像創作 原始新聞就在馬伊古羅 台北市採訪報導